我们今天说的是汉文帝尽孝 历史稍微知道一点 听说过文景知识 不知道也知道刘邦 他是刘邦第三个儿子 还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们说是谁 什么时间 在哪里都不重要 甚至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做的这个事 有什么意义 对我们有什么精神的引导 就可以了 那汉文帝呢 他母亲多病 他就是亲自为母亲熬药 皇帝的接班人亲自熬 母亲一病就是三年 他每天就这样尝 尝完了那母亲 尝尝一是温度 大家都知道二 咱们要体会一下 这是什么感受 才好应对母亲 那有人说了 他是不是装的呀 因为他想到皇帝 你当然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们从结果看 外观论定 这个文景知识 国家治理的很好 就算他是装 首先第一 你要装的像 大家都看出来了 你不要装了 他装 就算他装了一辈子 他把事情做了 这个好人坏人 这些人他坏了 他做的得法 也就受用了 最终来说 人还是要游戏而发 你装的 对自己 他是矛盾的 自己是难受 我们说这个药 这个以前 我们前两代人 都是用砂锅 熬药 你看现在电磁炉 电磁炉这样热的快 凉的快 凡事都来得快 以前那个大火小火 都有讲究 就算是大火 也行慢慢的 他母亲就看到 这个人 他儿子每天 这样勤勤恳恳 再加上这个药 气 我们吃什么 都是吃的 他的那个气 散发出来 病 已经好了一半 然后实在的 内在慢慢的在跳 现在人不信 实际上这个情绪 你看《黄帝内经》开篇说 《战谷之人》 起居又长 饮食又揭 都是靠情绪 基本上就可以治疗 可以说 他占了七分 精神引导 身体 灵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吃的东西 乱七八糟 虽然什么都有 那什么都吃 完了 作息 也不规律了 黑白颠倒 有了灯 有了网 有了什么什么 手机 娱乐 所以说现在的 又开始物质 决定意识了 这反向引导 他已经 这个 占了七分 那人 被物所累所控了 已经不是人了 你是物了 我们今天提这两点 大家想一想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